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10月30日 星期一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討論有關荃灣斬人案的進展 據報最新情況是斬人的租客的媽媽也被拘捕 涉嫌教唆 是怎樣的情況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外治安情況令人擔憂 今次到深水埗 一樣被人爆竊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 另外也提及近期騙案特別多 警方列出16個高危投資的Apps 那些存款都可以說是有入無出 當中找了不少名人來宣傳 不過名人當然是被假借名和照片來騙人 情況如何和各位一起整理一下 說到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月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 先看看你的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有關荃灣老圍斬人案的 60多歲的男人追遭癌斬 施襲者的父母涉嫌教唆 四個人一同被捕 報道的難民提到 荃灣老圍童和街昨晚7時多發生斬人血案 有個60多歲的男子報警 說租人用30尼米長刀斬傷 一位姓李的男子和他姓崔的妻子 曾經指示他姓成的兒子 以刀襲擊該名60多歲的男子 案件列作商人 四名涉案人士都被捕 警方說在昨天下午約摩6時 接獲66歲姓李的男子報警 說同一個64歲姓王的男子 在上指的單位因租金問題發生爭執 警方接報到場 該名姓王男子 其後離去 到晚上7時 警方接獲姓王的男子報警 指36歲姓成的男子 以長約30尼米長刀斬傷 警方再接報到場 經初步調查 相信姓李的那個人和他的太太 曾經指示他們姓成的兒子 以刀襲擊姓王的男子 令到姓王的男子受傷 姓成的兒子也受傷 兩人神智清醒 被分別送往仁濟醫院 和馬加烈醫院治理 案件列作傷人 四名線案人士都被捕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整個案情景真離奇 話說姓李的男子和姓崔的妻子 指示姓成的兒子斬人 為何兒子不是跟著父親的呢 另外也說被斬的是業主 據報是追求他們交租 結果這對父母竟然教唆過36歲的兒子斬對方 結果現在四個人一同被捕 另外也說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拆人後巷爬入深水埗單位 再叫槍潛入手掠 男戶主不見了兩萬多元現金 報道的男人提到 深水埗醫局街238號加美中心一個單位 今天早上約幕7時 男戶主報警 說發現他的單位有手掠的痕跡 懷疑被爆 經點算過後 裝有兩萬多元現金 還有證件的袋也被人偷走 警方到場調查過後 相信賊人是由後巷爬入單位 再毀壞廚房窗花 潛入單位爆竊 警員在三樓後樓梯 發現了護主的袋還有證件 不過兩萬多元現金就不逆而非 據悉男護主是早間的士司機 今早起床上班時發現預所被搜尿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認真猖狂今次在深水埗 據報這個賊人應該在後巷爬上別人的屋 入到屋手掠一番 再將二萬多元現金 還有證件袋也偷走 其後的士司機 即是護主起床才發現 各位網友多加留意治安情況 越來越多內地賊人來香港賺錢 令人相當擔憂 近期逢是捉到的 絕大部份都是內地賊人 另外亦說過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話說警方列16個高危投資apps 存款有入無出 有主婦誤信假的清謝 兩個星期就不見了480萬 報道的內文就提到 話說發名梁先生的苦主 早前下載了警方公布的高危投資apps 不見了幾十萬元 騙圖所用的手法和警方公布的幾乎一樣 梁先生接受星島申訴王訪問時益術 就說我有留意財經專業的 有時會彈出一些廣告 我按進去就發現一個 whatsapp的連結 並有聯絡人與我對話 問我是否想要一些收息股的貼士 轉介我到一個群組裏面 他就說那個群組的名字 就叫做聚沙城塔 在說由自稱國學大師 名叫曹振華的男子 以風水的角度 向群組的成員指點 未來的投資走向 他一開始就會介紹港股 但很快就會說香港恆生指數很不穩定 又失去他們投資較穩的內地A股 自稱國學大師的曹振華 雖然名不經存 但就找來藝人為他站台 梁先生出示群組裏面的流傳短片 又近年在內地走紅 香港資深藝人諾達華拍攝 片中就說我是諾達華 祝這個聚沙城塔曹振華師傅 2023年那個貿年風水財運佈局完滿完成 星島申訴王於是找到身在內地的藝人諾達華 他嚴正否認自己認識這個曹振華的國學大師 就說完全不認識他 只有經理人公司邀請我拍宣傳短片 我已經細心看過資料 見到又不是叫人投資基金之旅 覺得都可以接拍 所說的內容亦是和風水報局有關 怎知仍然遭人利用 真是防不勝防 話說這個投資群組要求梁先生 下了一個名為國海金探通的手機應用程式 又發放這個apps的宣傳片 片中看到一群白領在辦公室盯著電腦 留意股市的變動 自稱投資經驗屬於初階程度的梁先生 就被這些假象鎖騙 最終按騙圖的指示 將現金傳入這個平台指定的銀行賬戶 用作投資內地的A股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話說用這個apps 於是乎入存款 當然有入無出 其後又是一貫的手法 又有名人過來哄你 買多些假的清潔 星島日報甚至找正版的胡萬青 問過他的回應 胡萬青說越來越多人受騙 他說最大的問題已經不在騙徒身上 而是那些被騙的人為何會這麼容易信人呢 因為對方只是用張照片 就說自己是胡萬青 於是那個人又信 最新情況 這個人又是被騙了錢 最終不見了480萬元 最終才能夠發現是騙案再報警 另外亦講講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有個美國參議員涉嫌藏槍來到香港 就聲稱成功國安檢不知情 最終獲准2000元簽譜守行為 報導的內文提到 這位美國華盛頓州參議員 在今個月21日和太太坐飛機來到香港的時間 發現他的手提行李裡 攜有一支未上彈的左輪手槍 他於是自行向海關申報 因而被控無牌管有槍械罪 案件在今日的西九龍法院再提堂 控方同意以簽譜守行為的方式處理 主任裁判官蘇文龍於是頒令辭回控罪 讓他承認案情過後 自簽2000元守行為24個月 並下令充公他涉案的手槍 案情透露這位參議員當日在俄勒江州登基 成功通過機場案檢 而他對此並不知情 他事後向警方解釋 事件純屬可怕的意外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這位美國參議員帶了白槍 佐倫來到香港 然後自己向香港海關申報 說原來不知道相關的規矩 過安檢的時間也沒問題 成功過到安檢 結果相關案件今天提堂 最新情況就准以2000元簽譜守行為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